這是我這一輯的最後一個次頻 在這裡想跟大家講講 目前的教育制度 導致Widget 不能改的 是什麼原因呢 其中我想跟大家分享幾個原因 第一是學校現在的時間安排的分配 現在大半的學校的時間安排 就是一個固定的收貨時間 就算在大學裏面提供很多不同的科目 那些收貨時間全部都是一樣的 譬如一個學期就有10節課 10堂 每一堂一個小時 每一個星期上一次 然後那些堂就 如果你相撞就沒了 那你第二個學期才讀 然後老師教授就在一個大講堂上 一說就告訴整個年級的學生 當大家同一水平 全部的學生的 認知能力 解釋能力 各方面完全相同 於是一次過講完便拍拍手 最多賦予一些所謂的tutorial 一些補習之類 幫大家解決一些問題等等 現在這個模式基本上在所有學校都用 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 都基本上這樣 這個固定的時間模式 假設了一件事 就是所有的學生同樣能力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錯誤的假設 人是生而不同 不止在外在環境不同 譬如父母有錢沒有錢 到底你的國家是否和平 有沒有戰亂等等 亦都有自己本身的不同 人有不同的傾向 思考能力 情商能力 語言能力 手腳回動人能力等等 自然而然 當我們假設所有的同學 都是一樣的話 這個假設我們知道 一定是不成立的 但可惜 在工業時代 這個假設是必須成立 所以堅硬都要你跟隨一樣東西 如果你不能夠跟隨這個大隊一起走 你就失敗者被排除除去 如果我們未來的社會 不再是需要這一類工人式的 集體勞動形式的人的話 我們這個假設可以認真地思考 如何解決 當然老爺沒有辦法在這裏提供可行辦法 但我們一定要知道 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要知道是一個問題 才會去想解決辦法 所以我這裏提出 其中一個 在我們目前教育裏的假設 所有學生在同一年紀 都有同樣能力 這個假設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應對 第一點 學校的硬性 不能改變 正如我在第一個視頻看到 有一間學校在疫情期間 可以利用通過科技 一次過向整級同學 提供一個相同的課程 這個科技強硬了 不可以變得 但是可以配合一些小組 Tutorial 互相學習之類的模式 去解決學生不同的問題 很可惜一回到正常 可以面對面上課時 他在網上做這個改革 就當然無存 因為在實體空間裏面 並沒有一個足夠多而大的班房 提供這一種 而當去到拆勢的時候 小組小組 又發覺班房太大了 若干的小組和班房之中 在討論時 聲音也會互相干擾 換句話說 在疫情期間的改革 突然間完全不可以再用了 這是跟學校的既定模式 直接有關係的 今天的學校設計 每一個班房 差不多是同樣數目的學生 同樣大小 每個班房差不多 而也沒有足夠大的空間 一對全校同學 例如大禮堂 但你有沒有針對一個 一百人左右 或者九十五十人 也沒有足夠多的小地方 讓四五個人 或者兩三個人 在一起討論問題 這個學校是固化了 第二 會到時有一個非常大的阻撓 轉向我們希望能達到的教育模式 這是第一 第二 學校形成為一個把關 即是工業上要求每個工人有一定的技能 這個技能全部相同 於是學校有一個把關 叫做考試 考試合格 或者說你符合了工業的某要求 你就可以進入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繼續被 將你的特殊磨平 才會跟其他同學一樣 因此你考了學格之後 又繼續升班 很不幸地 有些同學有些特殊原因 沒有辦法符合大眾所定下來的標準之後 就會被淘汰 認為是一個失敗者 我們已經見到在實際社會上 有很多在學校的失敗者 來到社會是非常之成功的 例子 匹匹皆是 而一些在學校很成功的 在出來工作之後 就不可以說成功人士 當然了 你會說成功很多方法 我可以說 你只用某個方法度 你自己不成功 或者用某個方法度 你很成功 我絕對同意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大家認同 量一個人的成功與否 不可以用單一的方法 更加證明到 考試用單一的試卷 去考所有學生是不適合的 在這種情況下 換句話說 今天的學校制度 這種硬性要求 這個學校制度的所謂把關 考試是正正我們未來社會 不希望見到的東西 要改 因此 就不是簡簡單單 就說我們要改 而是真正正正要將整個 現在在教育制度裡面 已經建築下來不變的東西 要把它打破 因此這個不可以靠小改 來達到我們的目的 我們一定要做個非常之大膽的大改 當然一個大改 是一個相當危險的東西 我不贊成 一下就說我們要大改了 於是把所有的全部推倒 一起由來 這個太冒險了 但是在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離開 譬如2049年還有20幾年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開始考慮 做一些實驗幕後 一些新的教育嘗試 打破目前教育的硬性硬件要求 當然也包括演員要求 我們需要重新訓練大量的老師 這些老師不再純粹傳授知識 因為知識 我剛才已經講了 就是可以很容易隨手可得 我們反而要提供 就是如何可以對知識 做一個鑑定 做一個批判 去一個確認等等這些技巧 反而我們要重新考慮 到底我們應該向社會 提供些什麼的未來市民呢 教育是否純粹為了要找一些未來市民呢 換句話說 我們應該從第一原則開面 重新考慮什麼叫教育 然後重新考慮到底我們的社會 如何可以做到社會資源提供給教育的情況之下 為我們好好地找到一些我們需要的人才 所以我繼續強調我剛才強調的事情 我很希望看到有一個重新對整個教育的重新審視 不是靠小改目前的教育制度 我們要從first principle 從第一理念開始 重新對每一個在教育裏面的假設去思考 去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我們才有機會找到一個新的教育制度 如果你有符合將會來的社會變化